最近有人问师父 怎样在混乱中 或者是在比较复杂的外在处境中 保持一个单纯的心 这个问题其实都有着 时不时都有人问 而且是不同形式的方式问 内容都是一样 就是我的生活环境是这样 我周边的人是这样 然后我怎样保持我的心单纯 你们谁有答案的 讲讲看 硬标错 好很好 还有这是一个对的答案 还有正念 都是 好有一个有一点 就是一旦你确定了 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案 或者一个决定 或者我们讲一个底层逻辑的话 一个大原则 那你确定了 在没有适当的变化的理由的情况之下 不要改变 当然适当的理由是 整个情况的条件变了 那我们就去变 如果没有呢 你钉下来 就好像你讲 OK 现在这间物质 这个大楼 你要打一个地基 那么你钉下来了 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 就不要因为这个人 集体狗肺而改变 你就守着你的稳稳的层次 除非比如说地质勘探 或者一场地震 或者那个地质已经变化了 那你可能需要做出改变 如果没有这种很强大的因素 做出改变 只因为集体狗肺 这边叫叫那边叫叫 你就改变 那你一定会复杂的 你一定会被环境 拉着你去变得很复杂的 我们要有一种能力 就是面对环境 你没办法改变 你要环境 全部变得非常的单纯 你可以决定的就是 我这个 我比如说我要前进 我要去哪里 我要条件是ABC 有ABC的条件出现 那我就可以走下一步 那么你钉下来了 就不要随便改 如果你随便改 那天天有人会把东西搞砸 来前动你啊 前动你这个 前动你那个 你钉下来你不改 只要是成功的因ABC 那你完成是ABC 就成功了嘛 对不对 除非成功的因变化了 那我们才变化 成功的因没有变化 那你就稳住你那个成功的因 明白吗 只要成功的因是ABC 或者ABCDE 那只要ABCDE 你完成了你就成功了 这种我们可以做的底层逻辑 就是因成功的因 失败的因 都是底层逻辑 好 你完成了这个 你坚定守住这个 你别管别人讲什么 那有没有代价 有啊 别人批评你 恐吓你 恐吓你啊 那么你就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 有什么委屈 忍一忍 他就单纯了 但是如果 人家跟你 这个事件的人呢 而且是比较复杂的 他给你出招 那你给他还招 天天变化 那你就会因为复杂 而变得复杂 那到底谁是主导 你就让魔鬼主导你了 魔鬼出复杂的招数 你以为你很厉害 你要战胜魔鬼 也用复杂的招数 来对待魔鬼 当你复杂 对待复杂 其实你已经败了 所以这种单纯守护 我们内心 单纯的能力 一定要培养起来 比如说你去到 另一个环境 那么呢 如果你没有这两下子功夫 那你可能很快 如果周围有一些 环境的因缘出现 你就会变复杂了 所以这种中国人 我们叫做 以不变因万变 以不变因万变 你就是守住你的因 守住你的因 守住你看到的成功因素 那就不要动 其他的忍耐 忍 不要有面子问题 也不要有一个我 被刺激 不要 忍 这个很重要 忍一忍 就过去了 麻烦就过去了 但是你不愿意忍 不愿意承受那个 因缘变化 带给你的麻烦 你会更麻烦 因为 有些时候 因为你在 跟魔鬼过招的时候 你的因缘复杂 其实呢 你的成功的因素 已经变化了 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成功因素 就是我们的单纯 要记得这一点 我们要学会 怎样以 就算是外面 有什么谋略 我们以纯普 化解谋略 以不变 应万变 以单纯的守护着 我们的根本 我们的成功因素 然后去度过这一切 所以希望大家 记得这一点 所以不要 不要复杂 今天要谈的 第二个点 第二点呢 就是 还是因果 是不是 有些时候 你看到 早晨醒神 看起来很简单 但有些时候 多少次 你真正遇到一些 你不如意的事的时候 你会用起早晨醒神 烦恼起了 比较惊起了 别人没有尊重我 你一起 这个地方 别人没有尊重我 你就错了 直接你就错了 别人尊重不尊重你 那是果 你有没有做对 那是你的因 你得到什么 那是果 不要在乎你得到什么 相信因果 你只要因做对了 果让它来 为什么师父在讲这个呢 一讲再讲 常常讲 经常讲 因为呢 这个不容易做到 讲 但是呢 一到的又做不到了 又起烦恼了 你起烦恼一定是做不到的 你拿那个我们的checklist 十八条省思文 你看哪一条 一定有一条你做不到的 不止一条 可能很多条你没做到的 所以先看自己 看自己的因 这样不要 真的每个人一夜不同 有些时候 你有注意到自己在 自己的因不够 但是消耗的很多 当你消耗很多的时候 你的得到就会品质 就差了 为什么 每个人得到的那个果报 招待和对待 几乎是因为你的因而有的 所以如果你做太多了 你要那个果太多了 你会发现到你要 依然得到了 那个很少 很少消耗自己的福报的人 他做一次他就得到果 做两次得到果 一样 要求东西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 常常要人家 替我们做东西 要的多了 人家就会对你 对你的反应迟钝了 别人不尊重我 相对于你自己的因 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一定要检讨 在因上检讨 不是在果上强求 我们讲了多少次 但是做到吗 容易吗 不容易的 你每一次 哎呀 为什么 他们得到反应那么快 我们得到反应那么慢 有些时候要想 因为我要太多了 是不是我要太多了 我开太多口了 有智慧的人 你看我们在菩萨本圣经里面 我们的菩萨 有一次都是这样 很谨慎 他要 哎 不好意思 不要要太多 你要太多 你提太多要求 你提五个要求 人家一定 人家不受不了的 那个人他只提 想好 他有五个 他想 哎呀 我们其他四个可以 三个可以打架掉 这个没关系 我只提一个 他一个的要求 就得到很慎重对待 为什么 他是同样的因 但是他那个 他要的果只有一道 很快就得到果 你同样的因 或者更差的因 但是你要的果很多 你要的关注很多 你要的服务很多 你看你自然得到比较差 结果你就失落了 永远的失落 永远的内心不平衡 我总是得到 不是最好的对待 别人总是得到 最好的对待 其实你要研究 他不是因很雄厚 他就是要求果 要的果很少 就这么简单嘛 所以不平衡的人 是怎么搞出来的 是自己心 搞到自己的心 很不平衡的 因为自己没有 减讨那个因果 明白吧 所以有些时候啊 我们不要一直要 多服务 多奉献 不要一直在比较 要比就比因 不要比果 你比因 你会清醒得多 你比果 你天天不平衡 比天天失落 因为有很多因 有些因你看到 有些因你没看到 明白吗 好 就这样 希望这点呢 帮到大家 今天两个点 第一个怎么样 以单纯 克服复杂 第二个就是 怎样起因果思维 在因上想 不要一直在果上想 如果要 真的你要比较 在因上比较 那么你会想到 我要怎么加强我的因 你在果上比较 果你不能做什么 你只有 继续的不平衡 继续的痛苦 继续的失落 这个心理书 心理会很 很不好的 希望这两个点呢 大家把它 活出来 好 就这样 然后再切成功 一块 我叫你 再次 我叫你 我叫你 感谢观看